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2号公布的最新战况信息 俄军继续对顿尼茨克等地的乌军人员与军事装备进行打击 同一天 乌克兰方面表示 乌军在赫尔松州击毙了大量俄军士兵 赫尔松州军民政府12号称 乌军在赫尔松州辛卡霍夫卡的袭击 已造成7人死亡 70人受伤 俄罗斯国防部12号表示 美国制造的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发射器 在敖德萨州的别列战被伊斯坎德尔导弹摧毁 此外 俄军使用高精度机载导弹 摧毁位于顿尼茨克的乌军第30机械化旅的 180名军人和26件军事装备 俄罗斯空间军使用高精度武器 袭击了12个地区的乌军人员和军事装备 摧毁位于尼古拉耶夫州的乌军第79空降突击旅的 4个弹药库以及位于谢维尔斯克的乌军装甲车维护点 俄防空部队在哈尔科夫州和顿涅茨克州 击落了7架乌军无人机 俄国防部还表示 已经对所有抵达乌克兰参战的外国雇佣兵实施追踪和记名 俄国防部指出 基辅政权有关所谓 有2万名外国雇佣兵抵达乌克兰的声明是虚假的 实际人数要少得多且还在稳步下降 乌克兰军方12号表示 乌军袭击了俄军控制的赫尔松州 造成50多名俄军士兵死亡 摧毁了一些大炮和装甲车辆 还有辛卡霍夫卡的一处弹药库 赫尔松州军民政府当天也表示 乌军在辛卡霍夫卡的进攻 已经造成7人死亡 70人受伤 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号援引赫尔松州当地官员的话称 乌军此轮在辛卡霍夫卡战斗中所使用的 是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 该系统由美国提供 俄总统普京曾警告说 美国向乌方提供多管火箭炮系统 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只是尽可能地延长冲突时间